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项目 也就是AIIB 这个是一个中国开始领导的一个银行 那这个对世界的经济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对美国人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今天继续来探讨 好的 我们来谈谈的就是一带一路 亚投行 我们再来复习一下 一带一路 一带就是在路上建立一条高铁 从西安 陕西西安 一直到我们的新疆省 中亚 中东 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一直到欧洲的路特丹 这条是高铁的路上高铁 比照汉朝唐朝的丝绸之路 这条经过的路带两旁的国家影响 可以到44个国家 非常大的一个project 当然那一路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这条是郑和夏南洋的一条路 那就是从泉州海口 过马六甲海峡 吉隆坡 一直到印度的加尔哥达 到东非 一直到地中海的雅典 威尼斯到路特丹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路影响的是海港 海港通内路的铁路 所以两边影响非常大 需要来支撑的话 就要有一个银行 这个银行就是你刚才讲的 AIIB雅头行 雅头行创立到目前为止 有60个国家以上 基础的储备金 有1000亿美元 当然它滚的时候 可以到四倍五倍之大 所以非常非常的惊人 所以事实上有人说 它是一个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1947年的时候 欧战结束之后 美国来支援欧洲的计划 当时的国务卿就是马歇尔 所以这个计划在当年叫做马歇尔计划 所以这次的一带一路 有人说这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但是事实上 中国版的一带一路 比当年的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还要更大 更宽广 影响更巨大 这也是去年10月份才成立的一个案件 到今年现在已经有60多个国家 决定一起要合作 对的 因为整个的进展太神速了 到今年的4月5号 开始定调 才过去几个月而已 全球60几个国家都积极地愿意参与 当然在主导 当然是习近平主席 一带一路有讲到 占中国GDP的大概7个percent GDP的70个percent 比当年的130亿的马歇尔计划 还要更加的大 更加的大 所以他有一个强大的政治的领导人 在推动经济 希望能够带动中国 欧洲 跟全世界的经济 是非常好的 不过现在目前来讲 美国跟日本 还没有加入这个银行 当我们录影为止 现在 日本还在观望 当然美国也在观望 主要的原因当然背后非常的多 但是很简单的 在复杂的环境当中 我们来讲 主要的原因就是 一带一路亚投行 这是一个货币大战 怎么说呢 因为你这个project 总部在哪里 总部应该是在北京吧 北京亚投行总部 讲的人员当然全世界的国家都有 但是既然在中国 很多的母语就用普通话来讲 对 那当然中国为主导 中国1000亿美元 中间500亿 由中国银行来支持 支持当中 人民币变成一个主导的货币 大家愿意到中国来做生意 当中国来做生意的话 当然你在中国做生意 中国的人民币 在当时的时候 就成为主导货币 所以这时候 当然中国的人民币 就变成比较popular 久而久之之后 你对美金 对欧币的需求 就会比较降低 所以这可以说 隐藏性背后的动机 是一个货币大战 所以对中国来讲 是一个很策略性的举动 因为他要 您刚刚也提到 本来经济不是很好 所以他希望透过这个银行 能够带动不但是中国自己的经济 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都跟着有利润可以说 没错的 你刚才讲的 当我们上一集有讲过 全球的经济都在放缓 不仅是欧盟放缓 中国外销也放缓 美国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当全世界有一个赚钱的project 大家都愿意涌入来一起参与 在参与的过程当中 背后就有可能有货币大战 人民币渐渐成为强势 美金当然也要暗地里较劲 我们来看看美金好了 美金在二战之后 97年曾经在20年前是强势货币 从去年2014 2015开始 这也是一个强势货币 所以两段期间 美金强势货币 但是当今年2015年 阳年开始的时候 美国的经济好像打横了 放缓了一些 所以美金是不是一样 可以强势货币呢 我们不明了 所以当亚投行 一带一路出来的时候 美国的金融霸权面临了 亚投行的挑战了 这挑战怎么看得出来呢 我们可以从很多的 他的盟邦加入亚投行 一带一路的计划 我们就可以了解了 英国也违背了美国的心意 他加入了亚投行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随着英国加入亚投行 也是一样 所以亚投行非常popular 问题是大家都想赚钱 对啊 很多人就是说 我看了一些报道 就说其实本来很清楚说 美国不希望一些国家 加入这个银行 加入他们的权势 可是没有办法 大家都要赚钱 说对不起 Nothing personal 我们只是想赚钱而已 没错 钱大家都想赚 对 让我们美国 如果不能够自己 经济强大的时候 没有offer 人家赚钱的机会的时候 当然人家就会到其他的国家去赚钱 所以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插图漫画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银行这边都没有生意 对面AIIB亚投行开张了 它这边有个开张大旗 在门口对接开始跟它竞争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 一个三月份的 今年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插图 意思就是说 美金受到人民币的一个挑战 同时间在其他的插画里面 美国对中国这只龙 也是有了一些敌意了 因为美国现在还是debate 到底我们美国要不要加入亚投行 一带一路 共和党民主党两边还没有切磋得很好 所以也有反对 也有赞同 反对的 你当然不愿意人民币强势 但是赞同的 你为什么浪费这个做生意的一个机会呢 对 其实据我了解 这个银行要finance the project 不但是您刚才在刚最前面提到 是说在海上路上的一些project 其实好像还有上百个不同的 一些项目要等待进行 当然了 铁路的旁边 你有hotel 铁路的旁边 你还有公路 电力 水力 还有餐馆的生意 而且一路 一带 周边四十几个国家 那赵福的国家有很大 非常大 所以我们美国啊 你看看这是另外一个插画 这插画里面就可以看到 我们美国是用这个放大镜 很小心翼翼的来看看 AIIB 亚投行这个project 我们是又嫉妒又羡慕 来看看这个project了 所以在加盟以后呢 这些国家的公司就可以来投案 如果说能够 就是说对于这些 private公司的话 也是一个机会吗 没错 但是美国现在就被格局了 美国现在还是一样 国会啊 还是在考虑 还有在听证会的当中 因为我讲过了 就是他想要做 但是却是又怕 又想 所以我们来看看怕的是什么 是 就是这个简单的chart 就是1999年到2008年 美金呢 在全世界央行里面 占的reserve 从高点的1999年的71个percent 到最近这几年 只降低到60个percent 就是各国的央行握有美金 成为他自己的reserve 只有现在只有60个percent 意思简单的说 很多的国家的央行 不仅握有美金 也要握有一些欧币 还有人民币 美金它自己的优势 渐渐的降低了 所以这个对美国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背后就是货币大战 因为这大战呢 就是除了美金 现在暂时占有全世界 近二分之一的货币基础 还有欧盟的欧币 也有将近三分之一 以后呢 可能人民币也要占三分之一 这点我们必须有心理准备 也是美国不愿意见到的 不过我们也可以理解了 因为美国它会有 内部会有声音说 到时候中国只是在投入 它自己对它自己国家 有益处的一些项目 所以当然对美国没有利益 当然也有优势讲 最后的底线 可能亚洲连日本都会加入 即韩国加入之后 所以到后来 全世界可能美国还是要加入 因为我们还是想赚钱 是 好 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 这个10月才开始 因为这个 你能说应该是concept 现在要所有的项目 有些已经据说已经通过了 是不是 中国节约起归正 这个project影响44个国家 整个欧盟体的主要国都加入 在亚洲大部分的大国都加入 只有日本还没加入 美国还没加入 其他几乎都加入 欢迎回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财经局势 我是主持人赵和文 我是主持人陈绍豪 Howard Chen 豪有钱 欢迎你收看 我们刚才的节目的第一段 跟您在复习了上周讨论的话题 也就是AIIB 亚投行 那这亚投行 对整个美国的经济 跟其他世界的经济 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也大概提到了 其实上是一个货币的征战 对 那现在我们来谈一下 到底会影响哪些国家 好吗 好的 因为一带一路亚投行 四十几个国家 我们今天点到几个国家 你可以看到 无论是路上的 从陕西西安 兰州 乌鲁木齐 哈萨克 一直到伊朗 土耳其 到德国 荷兰 俄罗斯 意大利 海上之路 你都可以看到 周边的国家 影响的国家 都有四十几个 成为中国版的 马歇尔计划 为什么要提议这个呢 因为在以前 西方的做生意 跟政治是离不开的 所以国强必坝 但是一带一路 并不是这个思维 我们希望 这个政治 就归政治 经济尽量的 理想上归经济 大家一起来做生意 这是英国的Ventafone 还有VP 石油公司 Axon 美国的 Shales 荷兰 都一起来中国 做生意 而且不仅是欧洲 亚洲的韩国 也一样的 不怕美国人生气 一起来做生意 我们来看看 一个典型的例子 Tili 你想想看 你如果要吃到 新疆的葡萄的话 你想到新疆 如果要在美国 出口到美国 你会想 传统是怎么出口 新疆在蛮偏僻的 西北部 所以一定要到 一个沿海的 一个大城市 上海 上海 广州 I don't know 然后再出口 你可以想象 这张图 以后新疆的客层 你在那边吃葡萄干 你不一定要到 上海去 你可以经由 这一条中巴铁路 经由巴基斯坦 在瓜达尔港 出港 然后你新疆的产品 就可以到中东 这是另外一个图 这是中国 对 新疆的客层 到瓜达尔港 你就可以避开 到上海 到欧洲去了 到中东 非洲去了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方便 这条铁路 中巴铁路 街上一带 这个高铁 就可以影响到 巴基斯坦的经济 是 中国 刚刚签的 460亿 中巴铁路 周边的高铁 港口到 瓜达尔港 签的合同 这是非常巨大的影响 对于中国战略上 也来讲也好 巴基斯坦的经济也好 都可以影响很大 这个是另外一个图 你看看客层 新疆 经由 这个 巴基斯坦 一直到 阿拉伯海的 瓜达尔港 非常非常令人惊讶的 一条铁路 benefit到 巴基斯坦 典型的 战略上的 所以你刚刚那个问题 错了 不仅可以经由上海 也可以经由 瓜达尔港 出口了 所以以前要绕一大圈 才会到其他的国家 现在就可以 有一个多的一个 这个选择 是吗 没错 就是因为一带一路 养投行 而且可以benefit 周遭的 我们的邻国 铁杆的国家 就是巴基斯坦 非常好 所以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 我们一带一路 这个模式 事实上是以 经济为主导 尽量跟西方 早期的强国 必霸的西方的 历史的经济model 跟政治挂钩 有点不一样 我们希望 政治就归政治 经济就归经济 大家一带一路 大家有钱来赚 这样 不过现在有些人 有些人他 发出的声音是说 这个中等国家 有很多地方不太安全 对 对 会不会就是说 以后到底这些项目 会不会成功 都很难说 我们的正面思考是 当你的经济 越来越好的之后 你建了铁路 你建了公路 你建了这些公安的单位 慢慢治安就越来越好 因为经济好了之后 争执就跟得上来 所以这是不同的思维方式 希望这个一带一路 经由经济的发展 兴望四十几个国家 另外一个例子 可能开大家的眼界 就是周边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泰国 也有benefit到了 以往你如果广州 要到中东去的话 你一定要这条 你要经由马六甲海峡 然后一直到中东去 但是海上丝绸之路 因着要有丝绸之路 跟亚投行 你可能可以从泰国的 下面的马来半岛 把它切一条 克拉地匣克拉运河 直接就从广州切过去 可以省下extra两天 所以这也是我们总理 跟泰国总理签下的 中泰克拉运河的一个计划 所以差两天有差很大吗 我很好奇 这个倒是很大 可以很大 因为时间非常宝贝 时间可以省两天 但后面更加的 经济的思维是 你可以少两天的邮费 那邮费是非常非常重要 第三 时间可以缩短之后 战略上面 就可以不受其他强国的牵制 因为马六甲海峡 不是中国所占有的 持有的控制权 所以另外有一个出海的地方 所以就可以脱离整个像美国的牵制了 就好像有个年轻人他想出去玩 他可以从窗后出去玩 不太贴切 但是比较正面的就是说 你可以多一个一道门可以做生意 多一道门可以出口 对中国即将越来越大的国家 你有多一种的选择方法 这当然是很好的 对不对 另外一点 也可以造福香港 刚才讲过了 你经由泰国的克拉运河 香港也能够benefit到 你也可以看到 中泰看马六甲海峡 也一样 你也可以benefit到其他马来半岛 或者是其他的国家 新加坡都可以很多的 都可以benefit到 然后你有因为建立海港 中国的整个的高铁技术 也可以外销 这是跟巴西 虽然不是一带一路 但是也是经由一带一路的 整个的战略思维 能够benefit其他的国家 巴西就是另外一个 一样的 从巴西的 因为巴西它是在整个的大西洋 但是太平洋那边有秘鲁 所以秘鲁通到巴西 有一条另外的高铁 这也都是非常好的 一个战略思维 巴西通到秘鲁 也有一条战略的思维 所以对整个一些 比较以前比较弱的国家 会有带来很大的转变 对 而且都可以benefit到 整个的周边的 整个做生意 带动他们的经济 所以一带一路 事实上不仅于刚刚讲的 一千亿的美元 它可以可能成上三倍到六倍 甚至到十倍的经济的滚动效益 所以这一点我们都不敢讲 但是后面是一个货币的增载 对 所以今年它这个是去年十月才开始的 一个等于说一个concept 现在要所有的项目 有些已经据说已经通过了 是不是已经开始进行了吗 对它现在已经都草案各方面 大家都已经签了 到目前为止 整个第三季为止 整个都慢慢的在进行 所以事实上 从明年开始 可能整个的project 就可以开始在路上 可以开始建这条高铁 速度是非常快 当然它之前 如果还要往前推的话 整个的敖博论坛 经济敖博论坛就有谈到一带一路的concept 到去年十月份签的合同 到今年四月份五月份 整个的启蒙的 这是起草国签的约 这个concept就越来越稳固 推得非常的快 所以我想对这个国家以后 很大的转变 我们会看到历史要再改变 当然我们美国 自己也要自力自强 当美金成为强势的时候 我们不在乎这些其他的project 但是当中国和平崛起归正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要跟他做生意呢 这一千亿你到底赚不赚 要是我的话 可以当然要赚 但是从全球的霸主的地位来看 可能美金会渐渐的失去强势 但是也没有关系 我们跟中国是一个co-optition 我们可以战略伙伴 互相帮助合伙 可以和平的竞争 但是主要是大家都能够有钱赚 有工作的机会 这是整个一带一路亚投行的一个concept 希望四十几个国家 等候日本跟美国来签 是 现在据我了解 香港已经透过中国也加入了 但是台湾现在您觉得 是有什么样的前景 台湾应该迟早会加入的了 因为你不愿意浪费这个赚钱的机会 当然撇去政治上面 从经济上面来讲 我们台湾也应该participate 因为participate 你就有钱赚 你就有工作的机会 对 那美国 其实这会影响到 我们生活在美国的居民 当然 就是货币 以后你拿美金 可能很强势现在 但是以后可能你要拿一点点人民币了 你要拿一点点欧币 但人民币可能是你整个的篮子里面 要考虑的一个货币了 因为你渐渐的会看到 人民币渐为强势货币 起码以后SDR整个平均货币 以后可能还是美金为主导 但是美金不会像20年前那么强势 所以你可能可以想象 20年从现在开始 20年后 美金是三分之一 欧币是三分之一 人民币是三分之一 所以整个全球的货币 就是三分一 三分一 三分一 那意思就是说 背后的强国 美国是强国 中国是强国 欧盟也是另外一个强国地区 对 所以对其实不但是个人投资 其实很多公司 如果说跟中国有做生意的 其实也是间接地受到了影响 没错 没错 所以我们也借由一带一路亚投行 你跟我都要有心理的准备 因为中国节约起归正 这个project影响44个国家 整个欧盟体的主要国都加入 在亚洲大部分的大国都加入 只有日本还没加入 美国还没加入 其他几乎都加入了 所以我们自己要想想看 我们要什么 要经济当然要加入 要战略的强势货币 可能你有debating 但是eventually 20年后 人民币还是可能会成为强势货币 对 有些人的声音是说 现在启动加盟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像越南 其实跟中国处不好 没有很好的关系 到时候中间会不会有摩擦 很难讲 但是当然我讲过了 撇开政治的原因的话 一个全世界现在在衰退当中 美国经济打平不那么好 欧盟不那么好 中国不那么好 有一个大的趴价 大家可以一起来赚钱 当然我们希望大国小国都来参与 所以最后用上帝的话 来祝福电视机前面的朋友 一带一路亚投行 好像争争扰扰 但是重点是好多国家都加入了 世界好像经济有衰退 也借由这个project 借由中国来祝福全世界 所以用诗篇29篇10节11节 来祝福大家 洪水泛滥之时 耶和华上帝作者为王 耶和华作者为王 直到永远 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 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 给他的百姓 愿意中国所谓的神州大国 神州大国的人民 因着这个project 能够蒙恩得福气 经由神州大国 也能够祝福全世界 起码44个以上的国家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祝福 一带一路跟亚投行 应而祝福全世界 是了 希望大家能够同心合一 大家都好过一些 对 好的 那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 祝你们的一半周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未经许可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